187,《信報財經新聞》,澳門藝術籍免費巴士抵贊 2015年7月9日文化評論C05自由譚將感滿澳門藝術籍和國際音樂節 挑選節目時常出人意表,爭找歐洲藝人用手指來演戲,每次只讓一個人觀看 我也曾經看過一個節目,表演者要求觀眾全身伏在地上 而他放煙,讓大家感受在雲霧中飛翔 今年又有節目,表演者竟操縱巨型或泥基內表演 我實在想去看他搞什麼,只可惜表演當天早上下小雨 我才臨時肅沙不過大海,澳門藝術節今年第26屆 而國際音樂節則造了28屆,已走出自己的路 現在兩個藝家郵官員當總監,聽取顧問團意見,然後選出節目 今年藝術節有Pieter Brook導演的情人 比理時Les Ballets CD Lobby的Cout of Control 德國Reacher及其柏林里寧廣場劇團的信任 香港鄧樹榮來導演,澳門演員來演出非意得意 零,可知顧問團成員多元化,以澳門官員亦智慧選擇,結果發揮效果 朱海青年也捧場想不到的事 今年澳門藝術席邀請德國劇場編導Voltrypste 及其柏林里寧廣場劇團 在文化中心的如千座位劇場演出他的2009年作品信任 我看那晚有七成觀眾入座,此成為主流文化活動 香港前進進在土瓜環牛棚演出Rieter的新聞本作品 神級DJ和電子城市,顯熟邊緣文化活動 澳門藝術席和國際音樂席 還有特色是歷年街提供免費巴士送客服務 那是全世界少有 今年我看法國Librant舞團 比理時舞團和柏林劇團節目 固然與眾多香港觀眾同車道碼頭 也看得不少珠海人同車道關閘 今天珠三角年輕人主動與國際接軌 這個文化現象乃澳門文化局多年推動的結果 值得一記 今年澳門藝術節最令我滿意的節目是 鄧樹榮指導澳門年輕演員演出的畫劇非已得意 零 故事涉及母子亂倫 而以形體劇場內表達 澳門演員初次嘗試用身體來表達激情 而觀眾也不用聽大堆對白 這對當地演員和戲劇老師學生和各類觀眾來說 除了以目一身之外 還會震撼教育 多隱身形式作品 我也看了澳門本土製作的意識童話 導演莫善婷畢畢業於比利時報 佇撼教育老師學校 他此為造繪本 圖畫與動畫 音樂劇場 表達身穎 適未能把視像 現場音樂 歌唱 文本 演戲結合得理想 澳門年輕劇人多 資源又不乏 仍要多嘗試 才能做出戲劇力量 看過《非已得意》 《零與意識童話》後 我覺得製作香港劇場直播和編導人才 會較快有助提升澳門整體演藝文化水平 香港一年上演三百齣畫劇 《五花八門》 總可選出幾齣在澳門上演 吸引新觀眾到文化中心去 其中香港正在發展的紀錄劇場 《一條夫製作》和新聞本劇場 《前進進製作》 便最令澳門觀眾開眼界 我提議澳門藝術節以後多人進新形式作品到當地 刺激一下當地觀眾 以在不知不覺間與世界潮流連接起來 讚文 《張錦滿號》《張錦滿號》《文化評論號》 《自由談澳門藝術節》免費巴士抵讚 《張錦滿 tenants》 感谢观看